小雪 你什么时候穿上公主裙了 我也要穿 小贝 你别穿 快走开 什么 我就穿 小雪 你也太自私了 你能穿 为什么不让我穿 这是怎么回事 小雪 小贝 你们在干什么 妈妈 别过来 这两个孩子 今天是怎么了 好漂亮的丝巾 妈妈 别 我怎么不能动了 不好了 白猫 我们家的房子突然就像小黑一样融化了 你们都怎么了 乌拉乌拉 还原魔法 你们终于能动了 小花仙 这是怎么回事 别着急 让我们又回一只剑看看事情的真相吧 啦啦啦啦啦 终于买到我最喜欢的糖了 小雪 哥哥 我也要吃 不行 这是我的糖 哥哥真小气 我才不管呢 我一定要吃到哥哥的糖 我先去洗个手再吃 太好了 哥哥终于走了 我吃 真甜 我的糖呢 笨宝 是不是你偷吃的 你凭什么说是我 我才没有吃呢 不可能啊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不是你和会有谁啊 反正不是我 哥哥 你把糖弄丢了来怪我 简直太过分了 你 我要告诉妈妈 笨宝 刚才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 把你一个月都不许吃糖 回忆之间怎么突然中断了呀 我们还没有看到真相呢 对呀 你和笨宝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不可能镜子受到了魔法干扰 我再重新开启一次 卖牙桃魔法 我变 这些衣服只要有人穿了 身体就会像卖牙桃一样 您再人地不能动了 巧克力魔法 把这些都变成巧克力吧 我要把同芒果都变成糖果王 笨宝是因为被妈妈惩罚了不开心 所以才要这样做吗 笨宝最喜欢糖了 这些都是糖果魔法 不是他还会是谁 原来是笨宝搞的鬼 太可恶了 我们快去找笨宝足吃糖 继续使用魔法吧 笨宝 总算找到你了 啊 发生什么事了 笨宝 你偷吃了笨宝的糖 还有魔法棒到处施法 将同王国变成糖果王国 你太过分了 没有 大家都误会我了 那是怎么回事 偷吃哥哥的糖 是我不对 我已经向哥哥道歉了 而且我因为吃多了糖得了蛀牙 最近一直在牙齿王国 我能给我妹妹做证 我们前几天在牙齿王国之牙 现在才刚回来呢 啊 原来是这样啊 对不起啊笨宝 是我梦误会你了 那把我们家的房子 变成巧克力的笨宝又是谁啊 是呀 还有我们的衣服 哈哈 其实我是艾莎 就是我用魔法棒刀刀乱 另外小花仙的回忆之境 也是我动的手脚 原来还有这里没变 我变 这啥 精灵之列 艾莎 原来是你搞的鬼 小朋友们快发送一一一 给我们传送能量 让我抓住艾莎召训她吧 啊 不要啊 我不要接受惩罚 大家快发送二帮我逃跑吧 哼 小朋友们才不会听你的 艾莎 你就等着设法吧 艾莎 你就等着设法吧